爆米花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你有没有见过求婚 可能是在电视上看见的 想要跟女朋友结婚的男生 会担心跪在地上 郑重地询问他的女朋友 愿不愿意嫁给他 如果女生说愿意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习惯的求婚 不过对一千年前的蒙古人来说 他们的求婚可不是男生求女生 而是男生的爸爸求女生的爸爸 而且为了显示出 他们对这桩婚姻的重视以及诚意 女方家通常不会在第一次提亲时就答应 而会要男方家不断地求 求了很多次之后才答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阵子巨人的秘密 故事主人王 铁木珍 他明明知道自己九岁时就定了亲 却迟迟不敢前往他的新娘的部落 因为他没有爸爸能够再次为他去求婚 也没有值钱的金银财宝 也没有值钱的金银财宝能够再次送给他的岳父了 幸好 19岁的铁木珍左思右想 他鼓起勇气出发 幸好 那个铁木珍九岁时就爱上的女孩 博尔铁的爸爸 一看见铁木珍来了 高兴得合不拢嘴 什么也没多说 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实在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 可见岳父对铁木珍的欣赏 从来没有变过 铁木珍环天喜地地带着博尔铁上路回家 预备婚礼 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继续听下去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 请听巨人的秘密 博尔铁这个女孩 十岁时第一次见到了九岁的铁木珍 她和爸爸一样 一下子就注意到 铁木珍的脸庞有光彩 眼眸中有火焰 当铁木珍和她说话时 博尔铁深深被铁木珍 那股常人没有的自信和勇气吸引 十年后 再次见到 已经长成一名 高壮少年的铁木珍 博尔铁的心 还是激动地碰碰跳 博尔铁和她的爸爸妈妈都很清楚 铁木珍家并不比他们家有钱 博尔铁很可能会过上好一段辛苦的日子 但他们都相信 博尔铁木珍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因为她的心是这么样的坚定 勇敢 博尔铁的爸爸为女儿预备了好多东西 他真的愿意把女儿嫁给铁木珍 但也真的好舍不得女儿离开家 当博尔铁和妈妈以及好多好多东西 一块上路时 博尔铁的爸爸亲自送了好远好远的路 直到不能再送了 几天后 铁木珍家的帐篷出现在眼前 铁木珍的妈妈出来迎接他们 此时 博尔铁的妈妈竟然帅些 拿出了一份大礼 送给铁木珍的妈妈 那件大礼 就连铁木珍的爸爸还在试试 他们全家人都没有见过 那是一件黑铁皮袄 用黑色的铁 身上的毛 所做成的一件大衣 你有见过铁 这种动物吗 一只铁就像一只小猫咪那么大 一件铁皮大衣 就要用上将近二十只铁 更何况 这件黑铁皮袄 只选去黑色的铁 铁木珍的妈妈一看就知道 这种黑铁皮袄 整个大草原再也难以找到第二件了 她有些震惊 毕竟按照理俗 铁木珍家才应该给博尔铁家送上大礼 博尔铁的妈妈却赶忙解释 这是博尔铁他爸的意思 他说 这东西将来一定会对铁木珍有极大的帮助 对你们家 以及蒙古的未来都是 所以 他千交代万交代 要我一定要把这礼物带来给您 铁木珍的妈妈 小心翼翼地 收好媳妇儿 博尔铁家所送来的礼物 她指挥孩子们 在家附近的草地上 搭起一座新的蒙古包 作为铁木珍和博尔铁的新房 一场简单却不是隆重的婚礼 就在铁木珍家的帐篷门口 顺利举行了 铁木珍的新 总算不再因为 牵挂远方的博尔铁 而惶惶不安 婚礼结束后 博尔铁的妈妈就返回了家乡 博尔铁认真地挑起 铁木珍家 一切粗重的活儿 像是刷新马匹呀 剪羊毛呀 挤马奶呀 铁木珍也开始专心思考 如何才能达成 她小时候的梦想 她想要成为一个 像爸爸一样的伟大领兽 可现在的她 不过是个19岁 刚刚结婚的穷小子 从前部落里那些 效忠爸爸的重要干部的家庭 如今不是离散了 就是衰老了 铁木珍想来想去 能够帮助她重振部落的人 除了她的弟弟们 大概就只有13岁时 因为着马 意外结交到的好朋友 博尔猪 博尔猪跟铁木珍同年 铁木珍派弟弟去找博尔猪来 博尔猪二话不说 立刻来到了铁木珍家 两个年轻人 兴致勃勃地讨论起 他们的志向 伟大的事业 铁木珍的妈妈 无意中听见 这两个年轻人的谈话 她又惊又喜 什么时候 儿子铁木珍 竟然变得像当年的丈夫 野素该一样了 铁木珍的妈妈 也想帮助铁木珍 可是 他们家已经有好多年来 既没有名 也没有钱 怎么帮助铁木珍 达成梦想呢 妈妈忽然想起了 媳妇儿不爱铁的妈妈 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她走进蒙古堡里 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件 无照之宝 铁木珍 我的儿子 想要完成大业 你需要 爸爸从前的朋友的帮助 来 这件亲家送来的黑貂皮袄 你拿着 去找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领袖 他曾经和你的爸爸 结为兄弟 你见到他 要像尊敬父亲一样 尊敬他 你把礼物献给他 或许 他会纪念 从前的兄弟之情 照顾你 保护你 帮助你 铁木珍 瞪大眼睛 妈 过去这些年 您带着我们 挨饿受冻 吃不饱 穿不暖 这件黑貂皮袄 您怎么不自己留着穿呢 如果这件皮袄 能够让你 像父亲一样 骑着马 微风凛凛的带领部落 不就比穿在我身上更值得吗 铁木珍凝视着妈妈坚定的脸庞 他终于接下这件珍贵稀有的黑貂皮袄 带上两个弟弟 他们来到了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 克列布 克列布的首领 名字叫做托盖林勒 铁木珍一看见托盖林勒 就恭敬了鞠躬 行礼 尊贵的托盖林勒父亲 我是野苏该的儿子 您曾经跟我的父亲结为兄弟 所以您也是我的父亲 孩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献给您 这件黑貂皮袄 是孩子的妻子娘家所送来的礼物 孩子转送给您 表示孝心 希望您不嫌弃 当铁木珍恭恭敬敬地 用双手捧起这件珍贵无比的黑貂皮袄时 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 虽然他们是草原上最强盛的部落 可谁也没见过这么珍贵的东西 托盖林勒立刻拿起黑貂皮袄 披在身上 高兴地说 铁木珍我儿 你的父亲野苏该曾经救过我两次 是我们克列部的大恩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助你重建部落 我会把你们失散的人聚回来 把你们倒塌的帐篷建起来 谁要是敢欺负你们 我克列部第一个出手相救 这件黑貂皮袄就是你我之间誓言的见证 有了草原上最强大部落的庇护 从前四孙的家庭又回来跟随铁木珍了 以铁木珍的蒙古包为中心 附近直搭起来的蒙古包越来越多 他们真的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部落 这个空前的成功来自于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今年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你的家人和朋友 是不是也给了你出乎意料的支持呢 我们下一回继续说说 空前成功的铁木珍 竟也遇上了空前的大危机 包米花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